同样是经文笔下学过九阴白骨爪的梅超峰和周执若 这两人谁更强一些呢 九阴白骨爪是九阴真经中最富盛名的武功 是九阴真经下半卷内所记载的武功 九阴白骨爪以招式狠辣 其招品出为特点 能让一个战武战迅速成长为当时一流高手 梅超峰和周执若虽然练的事都是九阴白骨爪 但两者有着不小的差距 梅超峰因为没有九阴真经上半卷做参考 练功时又以活人来练 本身就带有几分邪气 再加上浮石披霜 把光明正大的九阴真经硬真身练成了狠毒的九阴白骨爪 而周执若则要好很多 他修炼的九阴白骨爪是经过红耀石更新后的速成版 招式除了狠辣之外 还以诡异奇幻著称 两个人出场顺序虽然相隔了上百年 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上还是可以看出 两人的强弱关系 首先从内功上来说 新修版里面的梅超峰 探逃出桃花岛时只有18岁 荒村夜战20多岁 最后到牛家村战死时 约35岁左右 早前马运就称梅超峰的外门功夫远在自己之上 后来再经过马运与郭靖的内功提点 原文数次撑起内功大有敬意 与一流高手的交手中几乎没有吃过什么亏 而反观周执若 在图示大会上与一泥亭苦战200招后 就已经到了内力快要枯竭的程度 梅超峰的内功来自部分的道门正宗 周执若休息的峨眉九阳功也是九阳真金的一部分 所以两人所学内功的质量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时间上来看 梅超峰休息内功的时间起码是周执若的两倍以上 所以在内功这一块梅超峰恐怕要盖过周执若很多 至于武功掌握与强弱对比上来看 九阳白鼓爪虽然有错练版与速成版之差 但猜算了威力上差不多 估计会有人说错练的威力一定差 但原文确称 他说这法子当然不对 然而也能练成厉害无功 再加上马玉曾认为梅超峰的招式远在自己之上 所以梅超峰错练的九阳白鼓爪其实也非常强 只是后期对自身的危害要大一些 这个设定跟欧阳峰一练九阳真金其实是差不多的 最后再来说一下实战表现 梅超峰在与一流高手的对决上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的耻辱实战就是因为眼睛看不见 最终不敌仅觉得十五掌的郭靖 但是参考不久之后 学成了全套十八掌的郭靖 仍不是欧阳克之敌 而欧阳克此前曾输给过梅超峰 所以郭靖能凭借降龙十五掌赢梅超峰 主要还是因为梅超峰眼睛问题 另外还有黄龙的鬼点子 以及郭靖的自身主角光环 所以在硬实力上 没有学九阴真金前的郭靖 要差梅超峰不少的 梅超峰的战绩有很多 曾在下身攀斓的情况下 轻松击败梁子峰欧阳克等王府高手 在归运庄一战梅超峰 已能与在大漠苦修 武功同样大进的江南六怪战品 后来又在牛家村 与全真将武功第一第二的 秋楚姬王楚一队长不落下风 除去五角高手与准五角高手 梅超峰在硬实力上 应该是射雕一流高手中的第一人 而在神雕中 黄耀师曾自信的说 李莫愁不是梅超峰的对手 参考黄龙曾压制过李莫愁 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 梅超峰的实力比神雕的黄龙趾高不低 如果不考虑眼瞎的问题 猜测不见得比蒙古三杰低多少 说完梅超峰再看周芷若 周芷若休息九云真金了 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图示大会上周芷若的实力 完全是空中楼阁 看似漂亮失色漏洞百出 旁白中更是称 周芷若的武功纯以奇幻见长 制服五当二侠 实是他纯旧的巅峰 说到内功修为比这 宇连周 英离亭 尚远为不如 如果不久再遇到 周芷若很难再胜 周芷若和宋青叔 之所以能在图示大会上表现出色 说白了还是九云八股找 齐招评出 但可惜的是 齐招只能用一次 第二次再使用呢 就会大打折扣 周芷若前200招 是当时一流高手中的顶级 如果前200招无法胜出 后面就会有内力枯竭的危险 周芷若最高光的战绩呢 是凭借手中剑在喧妙二老的围攻下 走上几十招不显败 所以梅超峰最强的手段是九云八股找 而周芷若最强的手段呢 应该是剑术 如果梅超峰大战周芷若 如果两人同时九云八股找 梅超峰应该可以稳赢 因为同样会九云八股找的梅超峰 可以抹去周芷若使用九云八股找时的 齐招问题 如果周芷若使用鞭子和剑术 两人前200招内 有可能会斗个旗鼓相当 但是越往后面拖梅超峰的迎面越大